当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陈奕文·昌雅妮 为中国夺得巴黎奥运第二金的时候 却忽略了场边为队友加油的全红蝉 2024年巴黎奥运会女子双人三米版项目 陈奕文·昌雅妮以337.68分勇夺金牌 由于跳水项目跟射击项目开赛时间很近 赛前很多人都期待着谁能为中国代表团夺得首金 虽然黄雨婷胜利豪率先拿到混合团体 10米气步枪金牌 但是陈奕文·昌雅妮也帮助中国队实现该项目的奥运六连贯 同样功不可没 从第一跳开始 陈奕文·昌雅妮就完美开局 拿到52.80分 而转播镜头正好拍到了全红蝉与恩师陈若琳 一起坐在场边观看比赛的画面 二人激动的挥舞国旗为队友加油 第二跳二人发挥稳定 拿到了51.00分 转播镜头再次拍到了全红蝉师徒二人加油的画面 第三跳提升了难度系数 但是陈奕文·昌雅妮动作标准 入水完美 拿到了77.40分 第四跳难度更大 看到陈奕文·昌雅妮拿到79.98分 全红蝉跟陈若琳一起呐喊 中国队稳居榜首 第五跳结束之后 陈奕文与昌雅妮相拥 全红蝉更是站起来挥舞国旗庆祝 最终中国队夺得女子双人三米版冠军 全红蝉暂时还没有比赛任务 也没有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赛前训练上 反而跟着陈若琳一起为队友加油 这种释放压力甚至比加练效果更好 作为女子十米台奥运未免冠军 全红蝉从三年前的懵懂少女 如今已经成为中国跳水队的顶梁柱 或许与队友陈玉希的竞争不一定能获胜 但是全红蝉仍然是巴黎奥运夺冠热门 当韩国选手看到自己最后一跳的分数出来后 脸上的喜悦再也隐藏不住了 被中国队压制了一整场 终于是能够扬眉吐气了 就在韩国选手与随队教练提前开始庆祝胜利的时候 中国跳水神将昌雅妮站了出来 亲手打破了韩国选手夺冠的希望 在最后时刻绝境翻盘给韩国队一个沉重打击 这是2024年的世界泳帘女子三米版的决赛现场 众所周知 这项赛事一直都被日韩强队所垄断 即使是强如中国队 也只能在十米跳上上面大放一彩 在三米跳板只能是任人宰割 我们来看看 面对今天傲慢无礼的日韩队伍 到底能不能够一针高下 日本选手率先上场 作为顶尖的三米版跳水选手 只见他第一轮选择的是5152B的难度动作 稍做准备 就直接向前跳去 非常漂亮 三米版果然是日本队的强项 虽然动作是较为基础的中低难度 但是整体的效果一点都没有稍微偏移的地方 这就是强者水平的选手 韩国队看到日本选手这么的强势 当即就快速站在了三米版上面 展现独属于自己的点尖实力 只见韩国选手选择的是 3.0难度动作的405B快速的向前跳球 韩国选手的实力实在是太恐怖了 比之日本队强了不止一个档次 不管是动作的流畅性 还是整体的协调性都表现得相当到位 看来韩国队今天是想要大战四方了呀 终于是轮到中国队的昌雅妮了 在三米版上面 昌雅妮的名字实在是太响亮了 作为中国队三米版的最后一个排面 昌雅妮想都没想 直接就选择相从的405B向前跳球 中国选手还是厉害 不仅仅整体表现略微强上韩国队 甚至整个动作的美观性都比韩国队要强 但是如果熟悉韩国队的话 就会知道韩国队一定不会善把难修 是要将中国队斩于马下 果不其然 就在现场的选手都还在准备下一轮的比赛的时候 韩国选手已经是按戴不住了 还没等裁判的一声令下 直接就再次登上三米跳板 开始与中国队来上一场激烈战 就在这边 韩国选手的实力的确非常的恐怖 竟然能够逼迫的中国选手 到了如今的这种地步 虽然韩国选手的确是非常的强劲 但是总分还是差了中国队十分之多 那么意味着韩国选手必须要拿到高分 才能够逆风翻盘中国选手 韩国选手自然是看到了这种情况 对于他来说 这最后一跳是他的机会 于是他思考片刻就下定了主意 只见他选择的难度动作是5152B 他想拼一把中国队失误 非常的漂亮 虽然是简单的动作 但是整体的完成度非常的高 韩国选手再也忍不住脸上的笑容 抱着教练与他来了个深情拥抱 他知道 如果中国队出现失误 那么自己将会获得冠军 中国选手昌雅妮会出现失误吗 很明显 昌雅妮不会 因为他这一战代表的不仅仅是中国队 还有全中国人民对他的失误 只见昌雅妮像是下定决心一般 直接就用尽全身力气向前跳去 韩国队终究是失算了 他们赌的是中国队会失误 但是对于中国选手来说 出现失误的概率几乎等同于没有 这种完美到极致的跳手 完全就是在降维打击 比赛结束 中国队成功夺得了这届世锦赛的冠军 而这边的韩国选手则是错失掉了第一名的位置 比赛终于是结束了 你们认为今天的韩国队输掉比赛可惜吗 评论区告诉我吧 全红禅世界第一 中国第二 不是他技术不够好 也不是对手太强 而是世界比赛看水花 中国比赛看爹妈 国家跳水锦标赛 巴黎奥运会选拔赛上 全红禅 陈雨昕再一次面临冠军对决 反而全红禅 却在这次选拔赛明显跳得更好的情况下 被裁判以207C和407C两项8分的打分 不敌陈雨昕 屈居亚军 正是这样明显的不公平 让现场观众都看不下去的怒骂裁判 打断采访全网曝光 为全场打抱不平 最令人气愤的是 如果全红禅不是世界冠军 估计在国内 他连前十都排不进去 反观他刚才的比赛并没有过多的瑕疵 当你看完陈雨昕以后 你会发现 两人可以说是平分秋色 几乎毫无差别 但最后的得分 却给全红禅打了8分 也导致与冠军失之交臂的主要原因 如果说我们输的是技术 那么我们无话可说 可几乎一模一样的落水方式 却直接给到8分 这不是妥妥的打压是什么 当记者采访到全红禅的时候 想等自己把原来状态拿回来 去更好的发挥吧 全红禅不焦不燥 只说自己没有发挥好 回去继续努力训练 这也是大家为什么喜欢 禅宝的原因了吧 也许周济红也想不明白 为什么我们老百姓 会如此齐心的维护全红禅 其实啊 这里面无非三个原因 第一 全红禅这孩子 他本身太干净太单纯了 大多数人容不得他被欺负 大家看到他不光要和对手竞争 还要和有 私心杂念的裁判员 甚至教练员去对抗 他肯定看不过去 所以大家就站出来为他说话 第二 作为一个世界冠军 完全没有被财富全力诱惑 依然保持着初心 努力训练 纯粹朴实 这真的太难得了 别人都在享受明星光环 包装人设 博流量 试图商业最大化的时候 只有全红禅说 我只想好好地练习跳水 多挣钱给我妈治病 你再去对比其他人的高高在上 前呼后拥 全红禅一点都不高大上 这无比真实的话 才打动了人们的内心 第三 现在都说 寒门难出贵子 没资源没背景的孩子 很难再有出头的机会 但是全红禅这个出身贫苦的家庭 愣是靠自己的努力跳了出来 改变了自己和家庭的命运 给了我们普通人的一丝信心和希望 从表面上看 我们好像是在为全红禅发声 其实 我们是在维护我们自己内心的那一丝希望和信心 不就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心中最大的向往和追求吗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